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印度人的开怪体制能强大到什么程度 有不少到印度旅游过的小伙伴都表示 不光印度人开怪,印度一些著名的景点更是如此 早些年在街头风靡一时的悬浮树 想必小伙伴们都知道 但经过揭秘后我们才知道 原来所谓的悬浮树就是一种障眼法而已 人想自然而然的飘起来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些街头艺人基本是在身边的柱子上藏着支撑点 再通过服饰等道具将支撑点伪装起来 就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让人看着就像真的悬浮在半空一样 这种悬浮树在印度街头甚至还是比较流行的 当然除了这种悬浮树以外 印度还有一块著名的悬浮石 一整块石头漂浮在空中 这种景象你见过吗 关于这块石头 当地流传着各种各样的传说 其中有一种是关于一个摔跤手 偶然间发现了这块起块的舌头 于是每天跑来用它联系 但体型这么大的一块石头 普通人比如说举起来 想挪动它恐怕都很困难 后来人们发现问题不出在摔跤手身上 而是这块石头本身就能浮空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 至于悬浮石的真相 其实只要弯下腰仔细看看就能发现 原来在这块石头下面 有三个不太起眼的支点 支撑起了整块石头的重量 要是从远处看的话 还真像是一块离地悬浮的反牛顿石头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转发 评论点赞哦